剛剛我們的劉教授所演講出來的 各位在這裡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可以來請教劉教授 或者其他在台上的這種貴賓 有問題的話請記者 我真的喜歡介紹好書 我自己看的什麼好書 建議介紹給別人 我今天特別帶來 在一些小廠都有介紹 這本書叫《百年謊言》 大陸印的 我路過重新南陸的天龍書店 他們的老闆常常有大陸書 他們一直大概都只進五本 幾本 買掉就沒有 要找他就麻煩 有的大陸有先翻譯英文的 台灣也跟著翻 有正題字版 有的台灣翻 他那是西洋的書 他日本人翻 台灣翻 都一樣先後 這本書很有價值 我講的話都是有根據 這裡面是我參考之一 《百年謊言》什麼意思 它的附題叫食物和藥品 如何損害你的健康 寫這個人 這個老外 他是一個美國有名的衛生記者 就像各報有醫療衛生記者 當年雷根總統 更老的總統 雷根總統 他要競選總統的時候 當然也要有各種政策 政策方面的 醫療衛生這種 就像我們現在叫衛生福利 這種要有白皮書 像現在有人要選總統要什麼 他要有一本啊 我對國防 對司法教育 怎麼改革兩岸關係啊 都要提啊 對不對 你這個 這個大家全民要知道 國內還知道 你這個有什麼建議 有什麼特殊 所以這個就很慎重了 所以他是寫白皮書的這樣人 那所以他整個的資源了解 那百年來的老美 我那時候講石油系列 講現在孟山都公司 發明糖精的 搞清音改造的 然後就簡單一個維他命C 維他命C完 最近報紙講 你吃多維他命C更會癌症 維他命E什麼 怎麼做 他講出來了 美國六大藥廠 他們壟斷 由玉米糖漿中萃取 仿造維他命C的分子來做 維他命C可能有七八種 叫雲香肝成 我一天知道的 他只有一種成分 兩種 做成小汽水餅 給小藍車喝 好像汽水 有點酸甜 做成維他命膠囊碗 根本是錯的 他要整個八種成分都一到 你這個營養才繼續 細胞膜要有維他命C的成分 去幫他 不然那通透性產生問題 所以你吃不對日本人 學得這樣 吃那種山寨版的 人工合成的 維他命C丸 這種吞多維的來著 維他命E怎麼做出來的 像魚乾油那黃黃的 它有 α、β、γ三種成分 它只能做α成分 從以前柯達 做那個相片的 柯達做相片裡面的底片 敲出來 敲出來以後 有一種乳化劑 做柯達相片底片的乳化劑 抽出來 是它裡面寫的 抽出來做成維他命E告訴你 然後美國里來莫克幾個藥廠 他們在發生 然後你放到各種健康治療 添加維他命C跟E就這麼來的 吃多保證影響你的血管跟你的生命 保證吃不了這和平 外面其他東西是一樣 所以這本書有空大家可以去找來看看或網路打打 那我先把這本書介紹給大家 還有沒有 還有人嗎 時間還有嗎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不要客氣 知無無言言無無盡 不行我們就查書再查資料 好 請講 好 請講 你按一個純的 上面一個純的 上面一個純的 我是很同意你講的說 西方的西藥那些有沒有 好像是在毒害 就是什麼 救病又心病那些有了沒有 那問題是說 我們中醫跟西醫的研究方式大大的不同 那個西醫它甚至連心跳血管的流速 它都15、10的告訴你 它有根據 我們每次看西醫的時候 它都有根據 它有記錄說 你病人是痛在哪裡 什麼痛什麼痛 但是我們中醫 問題我們是用憑感覺去處量的 就算我們是萬倫問切的方式 我們也是用感覺的 它沒有一個實際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理論讓人家了解 但是西醫它有 它有就是說 你血管流速多少 然後你心跳跳的速度多快 還有的就是說 西醫真的是很恐怖 你知道嗎 它一刀一刀把你切下來做研究 外科也是這樣子 一擱擱擱擱 把你那個筋骨血管全部都擱得清清楚楚 把你整個破面出來給你看 看的那個真的是很恐怖啊 可是我們中醫沒有做這個這麼詳細的 那我們怎麼樣去批評他們 那我們中醫要講說我們中醫的沒有這麼恐怖 而且比較有療效 我們要怎麼樣去反正回來 因為我們畢竟我們沒有做到什麼血管的流速啊 還有我們的痛啊 其實痛有很多種耶 它不是說只有一種痛 你有劇戀的痛 慢性的痛 神經痛 或是肌肉痛 或是什麼痛 什麼痛 它光是一個痛 它就問你說你是什麼痛 它不是隨隨便便問你說 你那個進來多久 我剛才演講說你進來多久 我進來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 好 我因為兩點半 我一點半 一點三十五講的 所以前半上你完全沒聽到 那你的疑問是我們很多人 包括我 絕對有價值 好我現在答錯你的問題 我絕對沒有完全否定西醫 包括他的檢查 其實從小我們有很多提見 但我就跟你插個三八股 就見到你 你講的解剖血跟那些血液循環 就我剛剛講的 這些盲點上 有沒有重要 當然重要 但你很多東西要 西醫當然中醫也要檢討 因為它沒有現代化 不夠科技 中藥幾千幾兩老 中醫寫的字也看不懂 沒有把它去量化 中藥整個有少數的醫生在做這個 也有一個親顧的一個女性 叫顧金男人 把每一種三藥嵌食蓮子 什麼營養慢慢做 定性定量成績 這個國家該來做 OK 我通一年話 但是西醫本身 因為他這樣子的 見樹不見靈 狹隘的來看 有他們的盲點 我就跟你講 痛有很多種 他知道你有癌症 他檢查出來 認為你是癌症 認為這個硬壞 他處理方法都是不對的 這是事實嘛 所以才給我今天講這些問題 你要這樣講 我就舉幾個例子給你 這個我的母親 因為我開頭本來想講 時間來不及 現在這樣問我就舉個例子 我父親民國前六年生的 我母親是南京人 民國二十四年 民國元年出生的 我父親後來都在福建工作 所以三十八年來 我們這樣外省人來台灣 那我母親在福建 常常有農業疾壓的問題 不想一抓 種一個大包 哇 不得了的 哇 那個腿啊 不能走 我父親就帶著我母親 到福建那個福州 叫協和醫院 那個醫生都德國代夫 大概滿清末年就來中國 哇 那個什麼醫學博士 打個的都很神的 好 一看到我母親的狀況 種一個大包已經不得了 就跟我父親講 劉先生 你的夫人啊 就現在把什麼淋巴已經擴散啊 什麼什麼 反正要拒絕才有辦法 我母親二十四歲的少夫 是南京的美女 那個時候我看我大姐還沒出生 一個最大的姐姐後來沒有戴好 那哥哥還有我 我們家七年一個兄弟 都沒好 問一個女的少夫 腿切掉還能活嗎 那我平時很幽默這個人 我父親很剝削 大夫 這樣講 你說我內人現在這個 是腿腫的大包 就要把腿鋸掉 如果當初這個包是被咬在脖子上 脖子前腫一個大包 什麼頭要砍掉才辦法吃 那個德國大夫 一些話想就出來 我母親呢 我父親呢 我父親呢 這個時候去找福建的名姨 叫林維林 這個在一岸都有 第一名姨一見分生死 當時我父親參加一個 洪萬之會 那邊有一個李 李賢那邊有 他是五教和一 這個山東人的宗教 他跟一貫刀的 什麼都不一樣 台灣在那個 福建北路有個這個 安東街 我爸有參加這個 所以有些道行 這個林維林啊 是福建的一名姨中醫 我朋友就過去跟他講 我爸就是在憲兵團 在保安司令中 跟著陳寗 那個 我父親說 我內人現在這個問題怎麼辦 這個林維林 一定要聽我爸爸描述我 而已 用我的話講 小case 找我大人的去 三鐵腰就好 我父親還是不放心 做孩子 林大夫親自出馬 那個時候 民國二十四年 就憲兵團有吉普車 就親自家 到了家 我父親從小講的故事 是活靈活現的 結果 就用我的 我的話講 他一看 這就是那個 毒床啊 龍啊 這種動作罪患了 他中藥一下子就縮口 再來兩下 就把毒瓶庫 再來就附件 三鐵藥 那一鐵可能要抓好幾次 三副藥幾次就好 蒙子區就好了 如果那個德國醫院 叫劇毒 是吧 我剛剛跟你講的糖尿病 很好治的 對他治的 就要劇幾次 數據啊 這裡面糖分多少 糖化血涉及多少 甘酸的GOT多少 他發明一些數字來護你啊 所以你就該怎麼樣 到一個程度你就要洗腎 我一個女學生 那時候接她一個健康食品 哎呀她老實不行了 我媽媽 紅斑性囊瘡 通常怎麼來的 生理期亂吃西藥 把血液奔到皮膚表面 下腹疊斑 但這種東西啊 本身就造成肢脂肪免疫問題 被那個抗生素都害了 害了以後 西醫就這樣打內褲唇 內褲唇完了以後 最後就洗腎 變怨亮眼 紅斑性難痠也好不了 腎臟又出問題 在腎臟傷到就洗腎 就是幾把苦頭 婦女同胞的悲劇就在哭 所以就給你養這些魔道醫學 你絕對給你養太多太多 所以我們要好的檢查方法 科學方法 我們絕對尊重 外科手術 像癌症剩下幾天的盲長年 非開刀 我絕對肯定西醫 一般人沒辦法做 對不對 但是很多 從灰指甲相當角 他都製作好了 到一堆 那個二十分鐘灰指甲就好了 知道嗎 所以相當被他弄得奇奇怪怪 而且後遺症已經大了 吃這個會掉頭髮 吃這個會呕吐 吃這個會怎麼樣 所以這其實我們要批判 智慧也如此 還有很多的推演自然的 那個 媒生女下一場就開始了嗎 好 那我要停了 或者我們私下講再問吧 因為他有時間問題 抱歉 這麼多 謝謝 工程 非常急 感谢观看